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鹏哥 找我 进来把门关了 有段时间我失眠 东鲁跟我说失眠 就属羊 他哪知道我小时候被羊顶过 让我属羊就更睡不着了 后来我发现数钱管 数了数了就睡着了 你知道什么叫安全感吗 安全感对我来说只有钱 有了钱我就有了安全感 昨天晚上我又失眠了 整个晚上我都在想一个问题 天亮我才想一眼 我的人里面有内奸 你还在想一眼 不会吧 鹏哥 你怎么知道不会啊 您做事这么小心 怎么能让内奸混进来呢 房不胜房啊 但我敢肯定 这个出卖我的人 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 死 你知道 你知道我这个人最重的就是义气 我马晓鹏从小闯当江湖 靠的就是义气两个字 可是现在社会不同了 光有义气是不行的 你还必须有气 你只要有义气 你什么都能买到 包括义气 忠成 小杨 我想问你 你会为金钱出卖我吗 不会 你不会 可有人会 不过我相信你 你不是内奸 你不是内奸 当然不说 你的背景我查过了 你的确是被警校开除的 你没有骗 再说 这次生意是猪头抢的 我敢肯定 这个奸细 也一定是猪头 安插在我手下的 猪头你还没见过吧 我听都没听说过 你会认识 这次行动就你们几个人知道 铺子是歇着联系的 可以排除 剩下的就你们几个 除了能力 都有嫌疑 这次我让你来 就是想让你帮我 挖出这个内奸 我 对 你 你是锦校的高材生 侦破这点玩意儿 对你来说应该是清澈熟路 对吗 鹏哥 可是我刚跟您不久 我怕那些 他可会对我有意见 这个你放心 你只管大胆放心去做 如果谁敢不配合我就收拾了 好 那这事就简单了 你打算怎么做 我就问她们每个人几个问题 我就问她们每个人几个问题 就这么简单 对 询问是有技巧的 好 我马上就叫她们过来 小杨 我相信你 好嘞 来 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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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鹏哥 鹏哥 又有行动 你急什么呀 做一张买卖哪那么容易啊 那有什么好事 我怀疑你们之间有猪头的内奸 鹏哥 你开玩笑吧 不会吧 不会吧 我也不想我手底下的人 有吃里扒外的呀 所以只是怀疑 怀疑 今天叫你们来 就是想让小杨问问你们几个问题 来喜气你们的嫌疑 你们说这不是好事吗 小杨 鹏哥 就那毛头小子 要我说呀 那怀疑也得先怀疑他 他不是什么警校 警校的学生吗 搞不好啊 那就是警察派来的卧底 现在不是警察白楼一道 是猪头 我要查的是猪头的内奸 你好像很不满意 你们还有谁不满意 都给我站出来 没有是吗 那好 小杨 小杨 可以开始了 各位大哥都是前辈 小杨不敢造辞 但既然鹏哥瞧得起我 我也想帮鹏哥这个忙 很简单 我单独地问你们每个人几个问题 大家有意见吗 没意见 开始 虎哥 那就先从你开始吧 从我开始 对 我在外面等你 好 侯瓦他给得意的 回!' 大护卫 我是贵啊 这你也能忍 闭嘴就你话多 那我也是替哥几个脸面着想 你说够了没有 说啊 咱们里边人真的有内奸 鹏哥是这么说的 你想啊 那天交易的事就咱们几个知道 我又不认识猪头 那只能怀疑你们了 那可不可能是猪头的 自己打探的消息 有这可能性 所以现在只是怀疑 那你打算怎么查 你不会就问几个问题吧 鹏哥 咱俩是谁问谁啊 你 你问我 你问我 等会儿 你是不是怀疑我呀 你看你怎么又来了 我都是你带进来的 怀疑你干吗 那你干吗 喊我第一个过来 我是想请你帮个忙 帮忙 在外面唧唧歪歪唧歪 问什么呢 就这样一小屁孩 告谱吗 有完没完 能不能交听话 那几位大哥可都是狠角色啊 待会儿我问他们问题的时候啊 你就在那门口帮我盯着点 院里一旦有什么行动 你就冲进来 门停 虎哥 你见了吗 见了吧 你都知道了 彭哥利益的规矩 再说对你也不好 说实话 我是真想见 跟 这事 千万别让彭哥知道 放心吧 咱俩之间不革心 东吴回来 穿上架 干你了 我 那去吧 都问你什么了 去了你别迟到了 我 我晓得也问不出什么来 我 我晓得也问不出什么来 夏 刚才的事是对事不对人 别往心里去啊 坐 来 总是听东吴说你啊 说你厉害 有本事 还有 秦大哥客气了 您是前辈 可别这么叫 叫穿山甲 道上了 都这样 穿山甲 那我就问您几个问题 问 我穿山甲是知无不言的 谁让咱彭哥下命令了不是 好 第一 星期一下午 在我去跟秃子交货之前 你在书房给谁打电话 第二 当天晚上十点 你在哪儿 第三 你胳膊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兄弟啊 你问的这叫什么问题啊 这 这都是我的隐私啊 那你的意思是不回答的吗 我说你问的都是几天前的事的 我不记得呀 那你胳膊上的伤口 总该记得吧 这是伤 能让我看看这个伤口 什么样子吗 行 驾 驾 我想起来了 我这个伤啊 是 是前几天骑摩托车摔的 那天晚上袭击我的人 根本不是生结肺 我是你带的人 对不对 你诬陷我 这把刀上有你的血 你敢去艳艳吗 我看你还是自己去找鹏哥认错吧 兄弟 兄弟 大家都是在刀上混的 都不如说 你 我实话跟你说吧 马晓鹏太嚣张了 他快不行了 你跟着他混 没前途 对不起 我是鹏哥的人 咱们不是一道 什么鹏哥猪头啊 他 他说到底都是一家人 兄弟 算我求你了 别这么较真行不行 刚才说什么 一家人 怎么回事 兄弟 其实吧 是这么个事 鹏哥 鹏哥 董 董虎和赵小阳诬陷我 鹏哥 你再为我做主啊 我实话跟你说吧 马晓鹏太嚣张了 他快不行了 你跟着他混 没前途 对不起 我是鹏哥的 我怎么帮你做主啊 鹏哥 你听我解释鹏哥 我我我 还要解释吗 大哥 怎么处理 老规矩啊 鹏哥 鹏哥 我 鹏哥 你我前途鹏哥 来 等等 你别弄脏了我 他店 不 拉出去找个地方 鹏哥 鹏哥 让我别忘了 鹏哥 走 鹏哥 鹏哥 就知道你还在加班 鹏哥 啊 鹏哥 鹏哥 方婷惊呆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 父亲的死竟然有这么多的疑点 甚至和马小鹏团伙有牵连 他明白了周大宏 为什么如此坚决地阻止自己 接触父亲被害的案子 他也明白了前段时间 专案组对自己的询问 和对父亲遗误的取证调查 想到父亲被害之后 竟然还背负如此冤情 方婷心如刀割 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 还父亲一个清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样 说说 什么时候被猪头策犯的 彭哥 猪头手里有我的家人 我要是不答应他 他就杀了我全家呀 彭哥 你怕他你就不怕我吗 彭哥 彭哥饶命啊 我现在还不会杀你 我杀了你猪头就可以抵赖了 说说 这次跟兔子交易是怎么回事 是 是猪头干的 他想在你之前和兔子约好了交易 把他的货卖给了兔子 我就知道 伙子 好 帮我约猪头 就是我明天生日 请他过来 猪头 彭哥 好久不见 明天我过生日 在贵宾楼请 你可一定要赏光啊 哦 那真是巧了 放心 我一定会准时到的 顺便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 小阳 你快去 走 跟上 周队 周队 哎 林队 哎 这是方向明的遗物 让方婷拿回去吧 行 方智 把方婷叫过来 周队 去啊 方婷他跟柯里请了几天假 亲人没来 请了几天假 这事怎么没人告诉我呢 他怎么了 周队 方婷 他有可能 有可能什么 有话直说 说呀 周队 昨天晚上我加班 睡着了 我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 方婷已经来过了 最重要的是 方向明队长的卷松 我想 方婷已经都知道了 杨志 你说你干什么吃的 起开 杨哥 后面有尾巴 小雅 小雅 看你呢 盯上了 盯上前面了 小飞 怎么样 跟丢了 跟丢了 怎么回事 说呀 周队 我的错 我去跟周马晓鹏他们 被他们发现了 到这杜姐 也跟丢了 好 小飞 你先去忙吧 是 周队 你处分我吧 我错了 但我爸他是清白的 你一定要相信 周大宏了解方婷 一旦让他知道真相 凭他的性格 一定会想方设法追查到底 一旦中间出现什么差池 赵晓阳的处境将非常危险 这时候 为了保护晓阳 也为了安抚方婷 周大宏必须做出决定 方婷 当初不让你进一进毒队 是我的主意 就是担心你 知道事情的真相以后 会接受不了 既然现在你已经知道了 正好 那就跟我一起去找局长吧 周叔 走了 去跟局长申请 让你进进毒队 方婷 我知道你对周叔还有误解 周叔叔之所以要当这个队长 就是想尽快查清楚 你爸爸牺牲的真相 跟你爸公司那么多年 我了解他 他绝对是个好警察 更是个好父亲 本来 他是坚决反对你进进毒队的 因为这个工作太危险了 你是他唯一的亲人 他只想让你过上安稳安全的日子 如果 如果 如果你还相信我的话 就跟我去找局长 我们一起恢复你爸爸的名誉 好吗 猪头哥 恭喜恭喜啊 彭哥客气了 我都等你半天了 路上跃得了尾巴 耽误了点时间 彭哥 知道你今天来 我特意准备了好久 咱们不岁不归啊 猪头 你现在是春风得意 生意越做越大 那还不都是托你彭哥的福吗 你说你要是不搞这么多事出来 金老大怎么可能把这么多事 都交给我一个人做 你们说是吧 而且彭哥最近广大闲才啊 这兄弟看着眼生 刚跟你吧 晓杨 还不敬猪头哥一杯啊 这可是前辈啊 猪头哥 我叫赵晓杨 以后多观察 先看文星 好 爽快 爽快 我喜欢爽快人 晓杨 人家猪头哥可看不起你啊 他都不干杯 你陪我 我就干 我今天不能喝酒 你看 你看 这 我给大家讲个笑话 意思意思吧 好啊 都说彭哥最会假笑了 这也是我前两天听来的 说 米饭和包子打群架 米饭人多势众啊 包子哪是对手 包子被打得一塌糊涂 最后连什么豆沙包 灌汤包 连饺子都不放过 到后来呢 就碰到了粽子 粽子被逼到了墙角 粽子急了 喊一脱衣服 大喊一声 我是卧底 卧底 我是卧底 他跟我说 他是你派来的卧底 是真的吗 猪头哥 再说一遍 老大 救我 老大 冒小鹏你什么意思 我请你来喝酒 你给我找事是吧 恐怕找事的不是我吧 三舅 我真没想到 你猪头做事居然这么卑鄙 我娶媳妇 你已经弄了吗 你觉得合适吗 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 都是脑袋放在裤腰上混口饭吃 你这么做太绝了吧 金老大提醒过你了 让你最近别冒头 你连金老大命令都敢违抗 那就怪不得我 鹏哥 我明着告诉你 穿山甲的事是金老大让我干的 你放屁 咱俩到金老大那儿问问 敢吗你 你说我今天费了你敢吗 马上跑啊 胡腻话了 说什么呢 放开我来啦 走 来 来啊 你不晓得是吗 来 走 大哥 大哥 小的有种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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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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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不回家 啊 是不是还在想方队的事啊 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 方队跟徐晓丽还有马亚鹏 的确是有瓜哥 怎么 连你也怀疑方队吗 我跟方队那么多年 我对他再了解不过了 他是什么人 我心里清楚 他是不可能干出那种串通毒贩的事情的 这帮毒贩子 太歹毒了 我也得要查清楚 我不能让 不能让方队死得不明不白 你也别太着急生火了 传案子还是要一步步来的 这两天 你脸色挺不好的 早点回去休息吧 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 兄弟 你今天饶了我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兄弟 你放我一马兄弟 走 兄弟 走 兄弟 兄弟 饶命了 兄弟 兄弟 鹏哥 猪头这次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还怕他猪头了 他要跟我斗我随时奉陪 可金老大那边怎么办 如果真的像猪头说的 这所有的一切全是金老大设计的 怎么办 那我也管不了这么多 我妈小鹏16岁就开始闯江湖 18岁更了他今夜 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了 到现在他还在防着我 我这么做为什么 我还不是为了兄弟们都有钱赚 可他现在倒好 这不让干 那不让干 那大家都散了 回家耕地抱孩子吧 我知道 鹏哥 你都是为了兄弟们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都听了 谢了 胡子 兄弟 你 你可得想好了 这杀人 那可是偿命的事啊 兄弟 我看你年纪轻轻的 你可不能千万因为一时糊涂 你 你重层大错啊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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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入道 江湖上险恶 你根本就不知道啊 我跟你说啊 那个马小鹏到时候 撇得是一看二进的 那到最后倒霉的还是你啊 你在警校上读过书 这点道理你不会不知道啊 我闭嘴 下去 兄弟 快 来 赵小阳 你给我听好了 今天我实话告诉你 我 我是警察 什么 我 我 我是零五年 从 从外地调到天中市基督队的 基督队派我到 到马小鹏的团伙去当卧底 那个 那个薛小丽就是我发展的下线啊 你说你是卧底 对 我 我 我 卧底 卧底五年了 我 我一直在搜集 马小鹏的犯罪证据 马小鹏的罪行 警方现在都已经掌握了 警方马上可以 可以出动 去将马小鹏一网打击 兄弟 事到如今 咱俩不如作品交易 你今天放我爷妈 法庭上 我 我一定替你求情 我让你立功 判你无罪 告诉我 你的上线是谁 兄弟 这个 这个是机密 我 我不能说呀 不 我 我说 我说 我的上线 我的上线是方向明 方向明 方向明已经死了 谁来跟你周明 现在的队长周大虹 我们俩一直联系着 兄弟 你现在杀了我是错上假错 你不值得呀 兄弟 放我爷妈 走吧 行 干都漂亮 只要你以后死心塌地 跟着我干 我绝对不会亏到你 谢鹏哥 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 出卖兄弟者 穿山甲就是他的朋友 我到 我到 你说你是卧底吗 对 我 我卧底 卧底五年了 我一直在搜集 马晓腾的犯罪证据 包总 你的上线是谁 现在的队长周大红 我们俩一直联系他 周队 出事了 看什么呀 这场子没有彭哥的人 还是小心点好 不然的话你倒霉 我也跟着遭罪 这儿带着去 少废话啊 东西呢 这儿带着去 少废话啊 谢了啊 虎哥 这个还没给呢 咱俩谁跟谁啊 是吧 你还跟我较真啊你啊 别 虎哥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再说了 从我这儿出货 那都得给彭哥交账 你总不能让兄弟亏本吧 行 我给你啊 就这么多了啊 走了 虎哥 不够啊 想少是吧 爱药不要给我 喂 喂 行 算我倒霉 你又不是不知道 醉心们兄弟们没活干 都喝粥呢 等什么时候彭哥做了大买卖 我再给你 行了 我先走了 你自己再待会儿啊 分头出去啊 穿山甲 本名叫秦川 你上当了 警队里根本没有这样的人 我也根本不认什么秦川 穿山甲 你说说你怎么会上这种当呢 那我能怎么办 马晓鸥让我去杀人 我就真的把他给杀了 那你也不能把他放了 你可以跟我联络 我去把他拘捕了 临时会儿地勾起来 可是他确实说出了 方向明和你的名字 我就真的以为是 你们派的派过去的 另一条线啊 那你看到光头 还都以为和尚呢 他说是美国总统孽心的 你真是太能清醒了 我当初跟你怎么说的 那你凡事要谨慎 要小心 谨慎小心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不知道 也许是 我的计划全盘失败 我这也不能怪你 我有责任 毕竟 你还只是一个 那种警校刚刚毕业的学生 以后啊 没事这番过来玩 走 走 好 慢走 好 再见 好 再见啊 拜拜 再见啊 拜拜 拜拜您 郑队 我已经查清楚 马晓东和猪头十一 获得了 而且他们上面还有人 对 猪头和马晓鹏现在的矛盾 已经惹怒了他 我想 我很快就知道他是谁了 所以 我想继续卧底下去 不行 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 我得确保你的人身安全 我不想在男的生命安全做保险 明白吗 是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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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小阳 你是卧底 王哥 有人敢出卖兄弟和我 穿山甲脚射他的下场 赵阳 像你这个宿舍 怎么做你 行动失败不出 没准连小命都丢了 赵小阳 还我命来 赵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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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我命来 小阳 来趟店里 现在 快 我 我 我 你别磨叽了 你想让我帮你是吗 那就快点 听见没有 赵小阳 赵小阳 你小子活得不耐烦了 虎哥 你干吗 干吗 彭哥让你去做了穿山甲 你做了吗 我做了 你小子活腻了 连彭哥都把糊弄 在你们做了没什么 你还不说没什么